山海经 上古三大奇书之一 记载了关于上古地理 历史 神话等诸多内容 相传 山海经最初有图 图中百灵各异 有九尾狐狸 争 竹龙 驼匪等 穿越千年 让我们一起进入四海八荒 看平衡咯 传说中 中山之神 名为竹鹰 有名竹龙 那睁开双眼 这里就成了白天 闭上双眼 黑夜就降临四周 它吹气就是冬天 吸气就是夏天 它从不饮食 不颜言不休 它的气息就是风 身长千里 它在五起国椅中 全身赤红 收录在山海经 大荒北京中 我画的是山海经理的竹龙 它长着人的头和龙的脚 还有蛇的身体 我用铅笔打了笔稿 马克笔 除了颜色 我画的这个是竹龙 竹龙一睁开眼睛 就是白天一闭上眼睛 就是黑天 它是山海经理的一个特别厉害的龙 在山海之后 就何几个人 似乎呢 我画的是像互相 让人贺 开眼寺 这里 也不是 感谢观看